你就打開之後其實也會在最後一格 對不對 你就移到最後一格 我沒有幫你加關鍵格了有對不對 所以你 很簡單在這邊 只要加上STOP就好了 停止 對啊 如果你堅持要從左邊來就這樣啦 停止那這樣他就會停在最後一格 那麼我們的這個 影片片段也幫你有準備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選單的 點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 背景已經先關掉了 你打開之後你可以 你可以發現這邊就是按鈕有沒有 因為這邊就要給人家按的 安排好這樣子 可以接受啦 所以至於說你點到這邊要去哪裡這都沒有關係 這都沒關係 因為如果是以現在這個來講的話我有幫他做一個那個 會跳一個 會跳一個視窗 告訴你說你現在選到什麼 他沒有真正的動作只是告訴你說你現在選到的是誰這樣子而已 好所以 待會呢要麻煩你 現在既然已經出來了 已經選到他的我們 這裡有一個我看一下 選單 有沒有我把他放下面這裡 放在這邊 喔 這個 你把他丟進來 這樣就OK的 好大概放的位置 差不多這樣 其實雖然他是圓的 但是因為怎麼樣 我的電影 我是把他擺在哪裡 我們真正電影的大小只有多少 是只有到這裡 對不對 電影是這麼大而已喔 所以 雖然我是圓的 可是我超過的是不是就看不到的 你了解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喔 等一下呢 你記得 丟的時候 其實你就算你要新增一層也沒關係啦 反正 本來是我幫你準備好了 喔 你要增加一層 都沒關係 畫面還給你 現在我先點到這個 其實我們放在這一層 這裡會稍微被遮到了 這個沒有關係 好 我放在這一層 他是一個影片片段 所以我直接加在他上面就好了 不要忘記 影片片段要不要有事件 要onclip有沒有 Event 好 那什麼事件 他要自己不斷的賺嘛 所以要誰 我們剛剛會 車子不斷的走 是用哪一種 是不是用這個 這個的話 就是他會不斷的做 像影片片段那種屬性 點了下 進來了 好 那做什麼內容 是不是大括號刮處一樣 那麼我們來找看看 找看看他屬性在哪裡 屬性在這邊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找過他的S跟Y對不對 從你可以從這邊找 S除以2.0 有一個影片 很裡面啦 影片裡面的什麼 影片片段 如果你覺得從這邊找 不方便 看到所有的 你從這裡找也是一樣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影片片段 屬性 看到嗎 很長 這樣 那麼 其實你稍微注意一下 早期啦 他規劃上在屬性 的命名 很單純 就是有底線的 有沒有你有發現很多都是有底線的 這都是 一開始就有的 就說 flash這個 action 一開始就有的 那你看到沒有底線的 是後來才增加的 了解意思 你看我們 底線S是不是S的坐標 底線Y是Y的坐標 好 那旋轉的英文叫什麼 他照字母順序排的 有一個R 只有一些 Rotation 這就是旋轉 你了解了 所以我把它點下去 那 你如果不要的話 假設是指定自己 前面不寫也沒關係 你不用指定也可以 Rotation 那麼Rotation要等於什麼 因為就算角度了 這是算角度的 所以 一圈就360 那如果我 我自己的旋轉角度會等於自己的 比如說我一次增加5度 等一下 等於自己加 5度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會向哪一邊 會向右邊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 控制 測試影片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速度太快 你再去做調整就好了 那 這裡的話 你看點下去 他會跳一個 有啦 會跳一個這個有沒有 告訴你說你點到是誰 但是不會有實際作用 因為我沒有設定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現在我們要來做就是說 我 要讓他往下卷或往上卷 如果 滑鼠 超過這一條的話 超過這一條 我 是比較在上面的 那麼我選單就怎麼樣 從這邊卷下來 這樣 你看如果超過這一條 我是畫兩條參考線 可以做參考 超過他的表示他在這裡嘛 那你是不是就稍微轉下來 我比較好 選 那麼相對的如果你 游標是在這裡 游標在這裡的話 我就 從這邊轉上來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我就判斷一下你的那個 就是 Y軸 當然你說 要判斷 S軸也可以啦 可是我們不要做那麼負擇 判斷一個軸向就好了 好 所以 我們先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取得 你滑鼠的座標在哪裡 怎麼樣取得 我們看一下 給你看 看一下原始檔 其實原始檔 在這邊點到他 完整檔其實我是寫在影格上的啦 不過沒有關係 你先不用看那裡 你先不用看這裡 這裡先不用看 你可以看下面 有沒有 如果 我要怎麼樣去取得 滑鼠的座標 因為滑鼠會有分 S座標跟Y座標嘛 有沒有看到這個 YMouse Mouse的Y軸 你把顛倒回來 你就會啦 滑鼠嘛 Mouse就叫滑鼠啊 滑鼠的Y軸在哪裡 如果他坐標比 2001還大 欸 2001還大 我剛剛有畫兩條參考線對不對 那你記得 往下是正 還是往上是正 往下是正 那麼 比較下面那一條 你看喔 假設我的場景在這裡 我剛剛有畫兩條參考線對不對 這一條是A 這一條是B 請問哪一個數值會比較大 B的數值比較大 還是A的數值比較大 因為往下是正嘛 走比較遠是不是B 所以他比較大 所以 你看如果 我滑鼠 Y軸的坐標 大於 211 是不是大於這一條 這條其實是211啦 這條是210 所以我就告訴他要怎麼轉 要轉這邊 是不是 大於211是不是要 那個游標在下面 是不是要這樣轉 選單是不是要轉上來給你看 對吧 請問往右邊轉是正還轉負的 正的 正的不是0.5 我們剛剛加0.5 好不好 所以這裡有沒有加0.5 Rotation加0.5 沒有錯吧 這樣轉的啊 嘿 那 相反的 如果 他 Y軸的 滑鼠坐標 滑鼠的Y軸坐標 小於100 小於100 100就是這一條囉 比100還小的範圍是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 在這裡 所以我是不是要讓他這樣 選單要這樣轉下來 轉下來 是變負的 剛往右是正往左是負的嘛 所以這邊是用減的 這樣會效的 要知道齁 我們來試試看來 嘿 看完了 講解之後再來 就是把這個地方稍作調整一下 因為 如果你現在寫這樣是不是有點固定的 所以我就不要這樣子 我們再做一個判斷 一副 如果 後面 有什麼條件 對不對 什麼條件成立 然後做什麼事情 就是放在大括號裡面 所以等於這個 我剛剛我們剛剛打的這個呢 要丟進來裡面喔 做的 條件成立是不是做在這裡 要注意一下齁 那什麼條件 我的歪軸的 來你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個地方 影片 影片片段 屬性 有沒有一個叫做歪貓 就是這個 喔 好 這個其實因為我是都指自己啦 所以前面就不用打 如果歪貓 你可以看一下 剛剛這兩條有沒有超過兩百億 就是我拉參考線 的目的 是為了要讓你知道說那個距離在哪裡 齁 好 所以如果我大於兩百億 表示我一直在往下走嘛 再往下走 那我的就轉正的給你 好 那 相反的 這個如果你寫完我就複製一個 我不能用L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中間有一段 三不管地帶 大於兩百億跟小於一百 中間有沒有一個一百到兩百億中間 哎呀 沒有人管 沒有人管他 所以這個地方 好我再貼進來 我先請他整理一下 好 這個我就小於 100 所以這個就變成 當然我這樣是比較快 如果你0.5的話就不會那麼多 所以我們再測試一下 這樣 對不對 如果在這裡 Y Mouse 沒有用 我看一下 你看 我現在大概在這個下面的話 是不是就會往上轉 我如果移到上面來是不是會往下轉 剛有三不管地帶 如果你在中間 這兩個條件是不是都不成立 就停在這裡 看你啦 所以說 如果說 有的時候你要簡單一點 其實你可以中間就區分 就畫一條就好了 大於這個 我就怎麼樣 往下轉 游標在這裡 我就往上轉 這樣也可以啊 那 剛剛的增疊點 主要是在 在於說 因為我把這個程式 現在是不是寫在影片片段上 所以說 易富 如果我 在這裡面如果直接告訴他 只有Y的滑鼠坐標 好 他所抓到的中心點是以 這一個 影片片段 我們不是那個圓嗎 影片片這裡當作他的中心點 這樣來算 所以我的211就 你就會覺得奇怪 怎麼211好像 不一樣 這今天如果在前面加上一個 這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地方有這樣子的東西 你看一下 我們檔案總管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斜線 按那 是不是代表根目錄 你看我們的網頁也是類似的 只是方向不一樣 比如說像這樣子 這樣代表什麼 這個有一個 這個網站 下面有一個 子目錄叫 VaultSystem 所以斜線也代表什麼 目錄的意思嗎 了解了 所以 這個呢 在Flash裡面呢 早期你是可以用 斜線的 早期如果說你在這樣用 你可以用這樣 但是現在都不建議 不鼓勵你這樣用 所以 他改用一個什麼 叫做底線 底線 ROOT 一點 這樣代表什麼 根目錄 這個根目錄就是我們所謂的主場景 主場景最上層那一個 上層那一個 就是說我的滑鼠 要以最上層那一個來當作我的基準點 而不是 以這個影片的 的滑鼠 當作我的基準點 這樣了解意思 可以啦 可以接受 好 那你先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剛剛那種語法要寫在影格上的話會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點到這個上面 我現在在影格上 按一下 有沒有 STOP下面是不是就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寫在影格上的 那你要寫在影格上有一個 前提 你的這個人要怎麼樣 愛有一個名字 我才知道你是誰呀 有沒有跟我們昨天用控制對象一樣 好這個叫NAV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在他上面的時候呢 我就 除了叫這個停止 如果沒有指名道姓就是整個主場景的 好停 主場景停了 然後我就告訴他 你這個NAV 剛剛那個轉動的選單 你有一個EnterFriend的事件有沒有 這個就是UnEnterFriend就好了 他就沒有用什麼UnclickEvent 就直接用一點就代表他的事件是什麼 事件是什麼 然後呢 等於 你這個事件我要執行一個Function Function一般 在程式裡面把它翻作函數 就把你要做的內容當作一個函數來執行 這樣子 函數來執行 那剩下的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其實只有哪裡變 只有這一步一樣 你了解嗎 不了解 其實以後按鈕也是一樣 就是 按鈕的名字 先給他 那按鈕的什麼事件 會等於一個什麼函數 然後做的內容就都在裡面 變成這樣 那 這樣的優點就在說 我需不需要再去這裡 點到他我才知道你寫什麼 不用 因為我只要 通通都在你的這個 最上面我都可以找到所有的層次在哪裡 這樣在找 在整理會相對比較容易 好會比較容易 這個是 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的 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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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